之路,有佛,有菩萨,有善之士,长相左右,处处观照。 欢迎收看,神秘天赐旁见! 接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猎人、猎犬和野鸭 随着人们对动物保护意识的抬头, 原生活在山林边,依靠打猎为生的那些猎人 纷纷转行,但是固执的田阿伯 却依旧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田阿伯,你看别的猎人都改行了, 我们这里只剩你还打猎了。 田阿伯,你也改行做点别的事情吧。 我打了半辈子的猎了,除了打猎其他的技术也都不会,如果不打猎要靠什么生活呢? 田阿伯,我们会帮助你改行的,再说了,现在很多动物都受保护,如果你打到保育类动物的话,会受到处罚的。 哼,不要用这种事情来吓我,我在这里生活了那么多年,自然知道什么动物能打,什么动物不能打,我去山下的湖边打也押不犯法吧。 田阿伯,我们这也是为了你好啊。 你岁数这么大了,也没有个半,如果还整天在山林里打猎,也不安全呢。 你们就放心吧,有猎犬陪着我不会有事的,要知道猎犬才是猎人最好的朋友。 猎犬?田阿伯,你的猎犬去年不是死掉了吗? 是的,不过现在我又有了一只新猎犬,打墙,过来。 啊?田阿伯,这不会就是你说的猎犬吧? 这只小家伙,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怎么能当猎犬啊? 田阿伯,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你们说什么呢?虽说它现在是小了点,但是经过我的调教后,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成为一只出色的猎犬,你们别瞧不起它。 此时,那只小狗似乎也感觉到了那两位护灵员瞧不起自己,于是便朝着它俩大声嗡嗡叫着。 田阿伯并没有制止小狗,而是冷冷地看着两位护灵员。 看来我的猎犬也不欢迎你们啊。 田阿伯真是固执啊。 是啊,究竟该用什么办法来劝它不要再打猎了呢? 固执的田阿伯根本不听别人的劝说,它天天带着那只小狗来山下的湖边散步。 它这是在训练这只小狗熟悉野鸭的气息,只有这样,它长大后才能成为一只帮主人捕猎野鸭的猎犬。 然而,这只调皮的小狗一来到野外,便会高兴地到处跑来跑去。 田阿伯,到我这里来。 田阿伯,你闻闻,一定要记住这个味道,这就是野鸭的味道,知道吗? 你记住这个味道了? 很好,有机会我抓只野鸭让你好好的看一看,记住它们的样子。 田阿伯话刚说完。 湖里的一群野鸭叫着从湖面上飞了起来。 田阿伯见后,急忙拿出手中的猎枪,可它刚端起猎枪,却又放了下来。 现在即便将它们打下来,又能怎样? 我又没有小船可以从这里过去,抓它们回来。 算了,等你长大了,成为一只猎犬后我们再找机会捕猎它们吧。 嗯,大强,那你得快点长大哦。 这只小狗非常的聪明,没有多久它便熟悉了这片区域,于是便时常独自跑到这里玩耍。 大强,你又想去湖边了是吧? 你对这条路已经非常熟悉了,你自己去好了,我今天有点累了,想要休息一下。 好了,自己去吧,今天你可以在湖边多玩一会儿。 小狗听后,飞快地朝山下湖边跑去。 湖边,两位护灵员正在那里不远处的树下休息着。 这时候,它们看到了小狗由山上跑了下来。 哎呀,这不是田阿伯的小猎犬吗?它怎么自己跑出来了? 它不会是去湖里捉野鸭吧?走,我们去看看。 两位护灵员说着,便朝小狗跑去的湖边跟去。 湖面上,三只野鸭子正在那里游来游去。 小狗来到湖边后,见到那些野鸭,显得非常兴奋。 它一下子跳进了水里,朝野鸭游去。 哎呀,你们看,有一只狗朝我们冲过来了。 一只小狗而已,有什么可怕的? 对呀,它对我们不够诚威胁的。 哎呀,那只小狗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走,我们牛到湖中央,活得要看看这个小家伙,有没有胆子跟过来。 说着,鸭子们朝湖中央游去,而小狗的目光一直盯着它们,竟然也跟着朝湖中央游去。 然而,这只年纪尚幼的小狗,哪里能在水里游太久呢? 它很快便感到体力不支,可是此时已经离湖边游很长的一段距离。 然而就在这时候,它的后腿被水草给缠住了。 怎么回事,我怎么又不动了?不行,我得休息一下。 好难受啊,救命啊,救命啊。 你们看,它好像遇到了麻烦。 是啊,它需要帮助,我们过去帮帮它吧。 对,要快点,不然它会有生命危险的。 不好,那只小狗溺水了。 怎么可能啊,狗是会游泳的。 哎呀,它的后腿好像是被什么给缠住了。 这样的话,它可就麻烦了。 哎呀,你快看,那几只野鸭子竟然游过去帮忙啊。 烟啊,真是不可思议,那些野鸭竟然会去救一只猎犬。 那只小狗算什么猎犬啊,或许在那些野鸭眼里,它也只是一个孩子罢了。 野鸭们咬断了缠在小狗腿上的水草。 小狗急忙朝湖边游回去。 小狗游到湖边后,朝着湖里的野鸭们不停地摇着尾巴,然后汪汪叫着,像是在表示感谢一般。 从那以后,这只小狗每天都会来湖边和它的野鸭朋友们玩耍。 渐渐地,它长大了,提阿伯决定带着它来湖边捕猎野鸭。 大强,你长大了,今天我就带你去湖边捕猎。 我相信你一定会是一只优秀猎犬的。 大强,做得好,让它们飞起来。 这样,我就有机会开枪了。 此时,湖里的那群野鸭听到狗的叫声后,纷纷寻声望去。 突然,它们看到了田阿伯,野鸭群大惊,于是一下子飞了起来。 田阿伯兴奋地举起猎枪。 太棒了,机会来了,我看你们往哪里跑。 就在田阿伯准备扣下扳机时,大强一下子扑了过来朝田阿伯撞去。 田阿伯被撞得一个亮枪,然后手扣动扳机, 随着砰的一声枪响,野鸭们惊恐地叫着越飞越远。 大强,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多好的机会,让你给搞砸了。 还有一只,太棒了。 大强,你要干什么? 别捣乱。 哈哈,打中了。 他身上果然留着猎犬的血液,见到猎物后,本能反应就会去捕捉。 说着,田阿伯朝大强跑去的地方看去,等待着他叼回猎物来。 然而,田阿伯等了许久,也没等到他回来。 于是,便亲自朝小野鸭坠落的地方走去。 来到湖边小野鸭坠落的地方,他一眼看到了翅膀重担的小野鸭。 而大强则在他身旁转来转去,显得一副很着急的样子。 大强,你在干嘛呀? 赶快把他给我叼过来。 大强,你想要干什么? 难道你连我的话也不听了? 快把他给我叼过来。 你这个家伙要背叛我吗? 我说最后一遍,快把他给我叼过来。 你竟然不听我话了。 田阿伯端起猎枪,对准大强。 大强看着猎枪,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 田阿伯更显得异常愤怒。 他用手扣住了扳机,准备开枪。 你真是一只失败的猎拳。 或许对于你来说,它是只失败的猎拳。 但它却是一只懂得报恩的异拳。 你们怎么来这里呢? 是你的枪声把我们引来的。 我捕猎野鸭不犯法吧? 你们不要多管闲事。 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对着你的狗呢? 你说的对,这是我的狗。 就算我杀了它,你们也管不着吧。 你怎么能对你从小养大的狗下手呢? 作为一只猎犬,竟然不听主人的话。 这样的狗留着还有什么用呢? 唉,或许有些事情你还不知道吧。 于是,护灵员便将自己那天看到野鸭救助大强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所以说,它是一只懂得感恩的异犬。 这么通人性的狗,你怎么能打死它呢? 啊?原来是这样啊? 真的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啊。 此时,田阿伯的猎枪滑落,掉在了地上。 野鸭和狗的友谊打动了田阿伯。 它将小野鸭带回家里,并为其进行治疗。 很快,小野鸭便恢复了健康。 看来,我也该转行了。 鸭王斗金雕 鹤马鸡是一个古老的种群。 它们体型颇似熊孔雀,非常漂亮。 尤其是鸭王,它是鸡群里最强壮最漂亮的佼佼者。 哇,我们的头领好雄壮漂亮啊。 山地森林是它们赖以生存的栖息环境。 然而,随着人类对山林的大肆破坏, 鹤马鸡的栖息地越来越少。 除了人类,金雕也是鹤马鸡的天敌。 太棒了,看来今天又能美餐一顿了。 危险,金雕来了,大家快躲进灌木林里。 快,赶快躲进去。 金雕飞快地俯冲着。 它距离鸡群越来越近, 重击纷纷地钻进灌木丛。 最后,鸡王也一拍翅膀钻了进去。 金雕扑了空, 然后再次飞起围着灌木丛不停地盘旋着。 可能我们就差一点了,如果他们再晚一些发现我的话就好了。 好险啊,如果不是头领发现得早,我们其中一个今天肯定会被金雕给抓走的。 是啊,多亏了我们的头领,每一次都是他最先发现危险。 没错,而且每次都是他保护我们大家,也是最后一个躲起来的。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你就被抓走了,我真的很担心你的。 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我早就算好时间了,金雕是抓不到我的。 答应我,以后不要再冒险了,我和我们的孩子都需要你。 嗯,好的,我答应你,以后不要再这么冒险了。 金雕终于走了,我们赶快回去吧,孩子还等着我们呢。 嗯,我们一起回家。 头领,你们的宝宝快要出生了吧。 是的,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会破壳而出了。 我相信,他们一定长得都像你一样漂亮。 没错,而且还都会像你一样强壮。 呵呵,我想会是这样的。 几天后,鸡王的孩子,四只小鸡破壳而出了。 对于刚出生的小厨鸡来说,森林里充满了危险。 因此,在小鸡长大的这段时间里,鸡妈妈需要形影不离地保护着他们。 我们的孩子真可爱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看来,他们又饿了,我看还是带着他们到周围找点东西吃吧。 好吧,不过我们只能在这周围找食物,不能跑太远。 要知道这几天,那只金雕来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要是被它盯上,可不是闹着玩的。 嗯,我也担心它们被金雕盯上,可是这周围的食物太少了,孩子们根本吃不饱啊。 我知道,今天就先在这里吃点,一会儿我和大家到山林里转一转,找一个既安全,食物又丰富的地方。 明天就带你们一起去享用。 嗯,好的,不过你一定要小心哦。 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就这样,鸡王带着他的鸡群离开了,而鸡妈妈则带着他的孩子们在周围寻找着食物。 妈妈,这里只有草类,连条小虫都没有,我们也跟着爸爸去别的地方找吃的好吗? 是啊,这里根本就没有好吃的食物啊。 那不行,你们还太小,如果遇到了金雕,那可是非常危险的。 金雕?金雕是什么? 那是一种非常凶猛的鸟。 它们飞得又高又快,一旦发现了我们,便会扑下来用利爪,叫我们抓走吃掉。 天啊,真是太可怕了。 妈妈,你和爸爸能打得过金雕吗? 我们鸡哪里打得过金雕啊? 即便是像你们爸爸那么强壮的鸡,也不是它的对手。 所以看到金雕后,你们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躲进灌木丛。 妈妈,我们知道了。 嗯,知道就好。 然后继续和孩子们在一起找着食物。 渐渐的,两只小鸡越走越远,而就在这个时候,金雕由远方飞了过来。 它一眼看到了地面上鸡王正在和大家在找寻食物。 不好,有危险,大家快躲起来。 啊?可恶,又被那只带头鸡发现了。 那家伙的警觉性实在是太强了。 今天不会又要饿肚子了吧? 哈哈,太棒了,机会来了。 孩子们,赶快回到窝里,金雕来了。 好可怕,救命啊! 说着,母鸡和小鸡正准备钻进窝木缝隙里的窝里。 突然,她转头却发现,她的两个小孩,由远处惊慌地朝窝这里跑来。 算了,今天就抓这两只小的吧,总比饿肚子的好。 救命啊,妈妈,救命啊! 救命啊,金雕来了,救命啊! 孩子,不要怕,妈妈来了! 哈哈,食物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啊,救命啊,救命啊!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鸡王的妻子被金雕抓走了。 这让鸡王伤心了许久,然而鸡群和他的孩子还需要他。 鸡王振作精神将他的孩子养大。 转眼间,冬天到了,要想找到食物越来越难了。 于是,鸡王带着他的鸡群到处寻找食物。 我们挖了那么久,但什么吃的都没看到,我看,还是换个地方吧。 再坚持一下,头领说会在这里找到食物,那就一定会找到的。 嗯,好吧。 爸爸,这里真的能找出食物来吗? 是的,这里有一片杀鸡树,杀鸡果必然会掉落在地上被埋起来。 只要仔细寻找,我相信一定会找到的。 哈哈,找到了! 我找到杀鸡果了! 这片区域是我的,你们不能来抢哦! 在阎东,任何动物要想找到食物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不只是鹤马鸡群,还有金鸟。 它也因为大雪好几天没有进食了。 好饿啊,今天无论如何,必须找到猎物来填饱肚子。 哈哈,太好了,美食出现了。 大家快躲起来,金鸟来了! 金鸟?我妈妈?我妈妈就是被它抓走的。 孩子,危险,快躲起来! 然而,金鸟已经将目标锁定了已经长大的小鸡。 可就在它准备伸出力爪抓住小鸡的时候,鸡王一下子窜了过去,直接朝金鸟撞去。 丝毫没有防备的金鸟竟然被撞落在地。 孩子,你没事吧? 我没事,爸爸。 是他,就是他,把妈妈给抓走的。 鸡王听后,用愤怒的目光看着金鸟。 已经长大的小鸡们此时也纷纷跑了过来。 他们聚集在了鸡王身边,一起用愤怒的目光盯着金鸟。 金鸟从地上爬了起来,他也愤怒地盯着面前的鸡群。 可恶,今天竟然被一只鸡给耍了,我非吃掉你们不可。 说着,他拍打着翅膀朝带头鸡扑去。 尽管金鸟能日飞千里,可他奔跑的速度和灵活机敏的程度,却远远比不上赫马鸡。 而鸡王带领着他的孩子却越战越勇。 他们一边躲闪着金鸟的进攻,一边找机会去啄着金鸟。 可恶的家伙,我绝饶不了你们。 太棒了,金鸟被我们的头领赶走了。 头领万岁,头领万岁。 头领小心,金鸟又来了。 可恶的家伙,今天我非吃掉你不可。 爸爸,小心。 赶快回去,不要过来。 我看你还敢不敢啄我。 可恶,你快给我松口。 然而鸡王死死地咬着他的脖子,丝毫没有放松的意思。 就这样,金鸟和鸡王纠结成一团在开阔的雪地上滚动着, 片片羽毛在飞舞。 在这生死搏斗的时刻,强大和弱小已融为一体。 攻击者与被攻击者也再难以区分。 他俩顺着山坡不停地往下滚着,而在山坡的尽头则是悬崖。 就在他俩快要滚到悬崖边缘的时候,鸡王一下子撞到一块凸起的山石上。 他疼得一下子张开了嘴。 此时已经伤痕累累的金鸟一下子挣脱了鸡王。 他心有余计地急忙后退几步,狼狈不堪地看着鸡王。 而鸡王也气喘吁吁地死死地盯着他。 金鸟显得有些惊慌,他急忙拍打着翅膀摇摇晃晃的仓皇逃走。 鸡王看着逃走的金鸟,然后一下子跳到了山石上,发出一声明亮的叫声。 此时鸡群纷纷走了过来,他们用崇敬的目光看着鸡王。 金鸟逃走了,我们的头领打败了金鸟。 没错,我们的头领是最伟大的,以后也会一直保护着我们的。 现场倒数,五,四,三,二。 地团生,几荷火烧至 visits,坑洞草。 对于云 En Isa,吸召需要 的路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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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